柳如烟住了七年地下室 在背后给她写了七年歌 终于她红了 采访的时候羞涩地说 自己写了一首情歌送给最重要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 那是写给她助理送折的 吃饭的时候 好友突然兴奋地拉住我 你家如烟发新歌了 这次居然是小田歌爱 我拿过她的手机 视频里柳如烟正在接受采访 主持人问她 听说这首歌是你特意为一个人写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是谁呢 柳如烟嘴角勾起 对着镜头道 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人 她陪了我很久 也带给我许多灵感 这是骗狗进来杀呀 好友无奈又羡慕 你家柳如烟还真是爱你呀 我眼里泛起笑语 和视频里的柳如烟对视 我陪了柳如烟七年 她所有的歌都是我作词 她作曲 她也为我写了十几首伤感情歌 这还是第一首节奏轻快的小情歌 视频继续播放 柳如烟柔软的声音传出 我干脆撑着下巴听着 这首歌不是我作词 感觉确实和之前很不一样 然而高潮部分响起的时候 我心脏却突然停跳了一排 耳边嗡咪 我顿了许久 用有些发凉的指尖 把进度调向回拖动 那一句歌词横冲直撞进我耳朵 我没听错 你眼角的那颗痣 湿落在我心上的名字 我眼角并没有痣 一瞬间 我感觉大脑一片空白 眼前的一切似乎都消失了 等我回过神来时 只觉得浑身冰凉 如坠冰窟 好友那么儿道 你脸怎么白了 不舒服啊 我稳住身子站起来 强称道 没事 突然想起来家里煤气还没关 我先回去一趟 直到深夜 柳如烟才回到家 我坐在客厅里没开灯 她开灯的时候吓了一条 摸着胸口道 哎呀 你坐这干嘛呀 吓死我了 我注视着她 轻声道 你发新歌了 是啊 柳如烟低头脱鞋 怎么了 好听吗 我颤声道 是写给谁的 眼角的那颗痣 到底是谁 柳如烟动作一顿 随即抬起头来 魂不在意道 嗨 这不是为了押韵吗 当然是写给你的 我冷冷地看着她 柳如烟走过来抱住我 在我怀里黏黏糊糊的撒娇 这是第一首 我自己作词作曲的歌 你也知道 我只会写歌 不太会写这些词 为了强行押韵没办法吗 你不喜欢的话 那我换一把 她的眼睛在夜色里 被窗外的霓虹映成 幻彩的颜色 温柔得好像一个虚幻的梦 我就换成 你鼻尖的一颗痣 好不好 我松了口气 挥开她的手 不用了 不过下次别写这种 容易让人误会的歌词 你今天吓死我 她抱着我摇晃 知道了 你就是想的太多 深夜里 柳如烟已经熟睡 可我还是睡不着 干巴巴地睁着眼 说实话 我已经是个28岁的成年人 柳如烟的这套 说辞牵强的可笑 我并不信 可是我更不想相信 她的心游离到了别人身边 只能逼着自己相信 从19岁那年初相遇到现在 我们已经在一起9年了 那时候我是全国 顶尖大学大学生 而她是天桥下 带着吉他自弹自唱的 流量歌手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面那天 她在海边弹唱 阳光洒在她身上 配着她专注的样子 真像一幅画一样 当时我就想 这个女孩长得可真好看 忍不住停下脚步听她唱歌 说实话 柳如烟的声音 带着一种无与伦比的感觉 说不好那是什么感觉 柔软又清澈 她唱完后 我往她面前的盒子里 放了100块 她挑挑眉 黑色的瞳孔印出我的脸 小哥哥这么大方 再送你一首吧 你可以点歌 我忘了当时点了什么歌 只记得我听了一首又一首 直到夕阳西下 天边像是海水滚进了沸腾的岩浆 灰蓝色里泛起一抹褪色的精 像是什么真实又虚幻的油花色彩 那之后我每天都去听她唱歌 每次都给100块钱 给到第五天的时候 她拽住了我的手 差不多了 你还是学生吧 留点钱吃饭吧 我当时脱口而出 我有钱 她却笑了 半晌后开口道 行 你有钱 那请我吃个饭吧 我们吃了一顿海鲜小面 吃完却是她主动结账 然后告诉我 以后你来点给我免费场 帮给我钱了 临走之前 我鬼使神拆斑地叫住了她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爱情来的时候不讲道理 很快我就搬进了 她那个阴暗宅小的地下室里 和她同居了 我这才知道 柳如烟一直有个音乐梦 她已经北漂了一年多了 只为了碰上赏识她的人 当时我们以为 好日子很快就会来的 只是没想到 这间地下室一住就是七年 现在她终于红了 我们也有钱买房子了 终于不用再吃苦了 我不想相信我赔了她这么久 她会喜欢上别人 我也不能相信 第二天 我没打招呼 就去了柳如烟所在的公司 前台不认识我 我给柳如烟打了电话后 她急匆匆地下来接我 我提起手里的饭盒 你不是想喝豆腐鱼头汤 从早上包到现在 她却一丝欣喜都没有 脸上带着不耐和一丝 难以察觉的慌张 你来干什么呀 我晚上回去喝就是了 我正忙着陆哥呢 我低下头 声音里不带情绪 我就是想来看看 你梦想实现的地方 柳如烟正想说话 她身后突然走出来了一个男生 那男生穿着一身黑色的风衣 看起来很有气质 她笑着接过了我手里的汤 没事如烟姐 让姐夫上来吧 我陪姐夫转转 柳如烟一顿 有些无奈道 那行吧 男生朝我勾起嘴角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总觉得里面似乎有一种 挑衅的味道 好像是在嘲笑我 我央求都求不来的事情 她只需要一句话吧 这种态度让我很不舒服 但我还是跟了上去 柳如烟磨磨蹭蹭地不想去录哥 还是被这个叫宋哲的男生赶走了 她笑着推着柳如烟 不许偷懒快去录哥吧 姐夫交给我你放心 柳如烟看了她一眼 只能走了 喝什么 柳如烟走后 宋哲脸上的笑意就淡了 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礼貌 咖啡还是红酒 我们这里的咖啡豆 都是香格里拉庄园出产的 很不错 我拒绝后 她也不介意 随意地坐到了我身边 给我倒了一杯红酒 法国红酒 尝尝吧 我没弄明白她的意思 却看到她拿起高脚 被优雅的晃晃 看着里面的酒烟漫不惊心道 红酒需要叫藏一段时间 才能产生香气 不过也不能藏太久 时间太久就变质了 只能扔掉了 你说对吧 我这才恍然 原来她是在意之 我跟柳如烟在一起 时间太久了 关系已经变质了 这个男生看起来 对柳如烟有意思 我轻笑一声 叫藏多久 也是主人说了算 轮不到外人说三道四吧 宋哲却不怒返校 换了个话题 柳如烟的心格好听吗 我警惕道 挺好听的 怎么 我也觉得挺好听的 这还是她第一次 自己作词作曲写歌呢 这种风格真的很适合她 比以前那种苦大仇深的好多了 她随意道 哦对了 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我的发型有没有乱 说着她直直地盯着我 坐在椅子上的我 瞬间手脚冰凉 直直地看着那年轻的面孔 我的脑子一瞬间放空 眼里什么都没有了 耳边如雷鼓般明颤 我发现她眼角有一颗淡淡的痣 宋哲看到我的反应后 满意的起身 出门去了 我过了一会儿后 梦游式地跟出去 路过隔壁录音棚的时候 却看到宋哲抱着柳如烟 她背对着门口没看到我 双手还着宋哲的腰 无奈地笑 她还在公司呢 别闹 原来我已经成了一个生疏的她 宋哲侧眸 看着我的眼神里戴上恶意 轻声问道 被发现怎么了 正好跟她摊牌 你不会更喜欢她吧 怎么可能 柳如烟立刻否认 我现在摸着她都没感觉了 跟左手摸右手似的 你不知道她这个人 其实没劲透 只会围着我转 不像你这么勾人 宋哲吃笑 她还给你煲了汤呢 鱼头豆腐汤 她该不会以为 你在这连饭都吃不上了 柳如烟扫了一眼 桌上的保温筒 眉心拎起 不懈道 无聊 说着她干脆拎起那保温筒 随意地朝着垃圾桶一扔 那桶我从早上五点 就开始熬得 烫狼狈的躺进垃圾桶里 跟我一样 成了被人抛弃的垃圾 她把脸凑到宋哲景边 略带沙哑的 暧昧嗓音带笑 不提她了 扫兴 剩下的话音被吞掉 宋哲的唇为主 对着我露出一个 胜利者的笑 我忘了我是怎么走出来的 我只记得宋哲 最后似笑非笑地问我 现在 谁才是外人呢 实相一点 你最好自己离开 如烟节已经不是 你能攀得上的人了 你还不懂吗 你们已经是在两个世界了 走出几步 我回身仰望 这栋灯火通明的大楼 这是最好的唱片公司 天音的总播 也是柳如烟梦开始的地方 曾经我们晚上 总是会散步到这里 柳如烟就会意气风发地 指给我看 博达 以后我一定会来这里 我每次都笑着握住她的手 你一定可以的 可是那几年真的好难啊 全国的人才都挤在京城 挣一个出头的机会 会唱歌的人过江之际一般 她根本就没有 斩露头脚的机会 我还得给她作词 给她录歌上传 写简历投简历 压根就没时间 出去正经工作 最难的时候 我们缩在几个平方米的地下室 头对着头一起吃一碗素面 她吃着吃着就哭了 眼泪掉进面里 我急道 你怎么了 柳如烟低头道 纪伯达 我们好像两只鹰沟里的老鼠啊 我一正 默然无语 她说得对 我们甚至连鹰沟里的老鼠都不如 想出人投地 怎么就这么难啊 冬天我们舍不得买暖气 就着一楼的地暖 蹭一点热气 刺骨的潮寒 顺着人的骨头缝里往里爬 我们浑身冰冷 却紧紧相拥 她问 纪伯达 你本来该有一个很好的前程的 她的话里带着小心翼翼的黄口 跟我在一起吃苦 你厚不厚 我只是将她搂得更紧 轻声道 我不怕吃苦 我也不后悔 柳如烟似乎又哭了 她那时候不知道怎地 总是很爱哭 我感觉有些湿热 原来是她的泪落到我的脖稿 她把头埋在我脖子上嘶哑到 我们会在一起一辈子 京城的冬夜 寒风从灯火里穿行而过 我定定地看了许久 直到眼睛酸痛 掉下泪来 誓言只有甘心被骗的人才会记得 她大概早就忘了 回家后我开始收拾行李 其实柳如烟的游离早有预兆 她开始回来得越来越晚 也越来越少跟我分享生活 我还记得她刚进天音的时候 整天给我发视频 她像是个看到了新玩具的孩子 连午餐都要给我拍一拍 今天吃糖醋肉 炸鱼和炒西兰花 今天中午有鱼香肉丝啊 不过没你做的好吃 老公这里的酸奶好好喝 晚上我回去买给你 真奇怪 明明已经走到这个地步 却总是忍不住想起那些好时候 只是曾经让人想起来 就嘴角带笑的记忆 却变成了尖刀 一刀一刀寡的人鲜血淋漓 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他就再也不会给我发消息 有时候每天我给他发两三次信息 他从来不回 只有偶尔有事找我的时候 才会回上一两个恩字 大概从那时候 他身边已经有了其他人吧 只是我总不肯信 一直在自欺欺人 习惯真的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 习惯了和一个人在一起 哪怕让人心痛也不愿意离开 勉强维持着虚假的圆满 只是现在宋哲 将这一切血淋淋的剖开在我面前 我就再也不能装糊涂 我忍不住弯下腰 眼泪砸在地板上 怎么会这样啊 怎么就 这样了呢 我在客厅里坐了很久 柳如烟才回来 他的态度丝毫看不出端倪 笑着把包包挂在架子上 今天的汤真香啊 老公 明天再熬一次好不好 我慢慢转头看向他 轻声道 你喝了吗 当然了 他的脸色如常 一如之前的每一天 看不出任何破绽 我忍不住想 是不是之前每一天 他都是在外面和人亲热玩了 然后回来对我戴上面具呢 只有我还傻傻地以为一切都没变 柳如烟穿上拖鞋 边走边说 经纪人说我的新歌表现一般 没有之前的歌反响好 说还是之前那种风格适合我 老公 你什么时候才帮我写一首呢 他还想继续说下去 我打断他道 柳如烟 我们遵守吧 嗯 他似乎没听明白似的 你说什么 我说 我低下头 我们分手吧 你是不是今天听人瞎说什么了 柳如烟一下子慌了神 眼底涌上湿热 我倔强地不肯让泪落下来 强撑着平静道 我看到了 你今天抱着他的时候 我就在门外 柳如烟想要握我手的动作僵住了 半晌后 他慌忙开口 我就是一时糊涂 老公 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我对他真没感觉的 就是他一直勾引我我没忍住 你相信我 他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 红了眼眶 我不能没有你 我和他真的就是玩玩而已 我认真地用眼神描摸柳如烟的轮廓 比起九年前 他更加美丽动人了 尤其是现在有钱了 当初美与见得青涩尽数退去 取而代之的是成熟女人的魅力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好久没好好看过他了 我竟觉得面前的这个女人有些陌生 我摇摇头 别说了 我一会就走 十一给我吧 十一是我们一起养的一只猫 因为是10月1号我生日那天买的 所以叫十一 那时候我很想养个宠物 其实最喜欢的是大金猫 但是太贵了我们买不起 柳如烟大概是看出我的失望 在我生日那天 神秘兮兮地带回了一个盒子 在我惊喜的等待中 他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只半个巴掌大的小奶猫 我哭笑不得 片刻后他低下头 有些失落的 我们现在还没钱 以后我红了有钱了一定给你买 好不好 我抱紧盒子 在他脸上亲了一下 欢喜道 我很喜欢 后来我们把十一叫成儿子 我懒得禅食的时候 柳如烟会一边收拾一边跟猫碎碎念 你看你爸 都不管你死活 还得是你妈对你好 而现在 他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去看一眼十一了 柳如烟还在解释 他懊悔道 我就是一时没把持住 那个男的他勾引我 老公你信我一次 是我该死 是我不好 你打我也好骂我也好 就是别不要我 他可怜兮兮地趴在我腿上 求求你了 他向来知道怎么对付我 当初他把我给他填词的一首歌偷偷卖掉 我也很生气 提过分手 他也是这样放低姿态 求我耍赖 终于把我哄好了 我摸着柳如烟的头发 轻声道 柳如烟 寻求新鲜感是动物的本能 但是人不能是单纯的畜生 柳如烟一顿 脸上带上一丝不耐 却还是勉强压住 柳声道 你说的对 我知道了 我继续道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会对这段感情觉得腻 两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 所有的新鲜感都消失了 觉得无趣是正常的 但是柳如烟 我也有过背叛的机会 不是我不能 只是我不想伤害你 柳如烟默然 当初我在学校的时候 也有几个女同学追求我 甚至还有隔壁华青的学姐 在辩论赛后 要了我微信要请我吃饭 我没有犹豫就拒绝了 只是后来聊天记录 还是被柳如烟看到了 我第一次看到她发那么大脾气 她怒气冲冲 逼问我到底对人家有没有感觉 我莫名其妙怒道 就这么不相信我 柳如烟却慢慢红了眼眶 她蹲在地上 双手捂着脸 声音里带了一丝颤 纪博答 你不知道 我很怕 你这样的人 怎么会愿意和我这样的人在一起 我有时候总觉得这是一场梦 生怕梦一醒 你就消失了 我当时心疼地用力抱住她 跟她承诺我永远都不会离开 谁能想到 现离开的竟然会是她呢 我缓慢却坚定地推开她 柳如烟 我们不可能了 她有些恼羞成怒地抬起头 大概是觉得求了我这么久 还被拒绝有些没面子 她现在红了 走到哪里都有人前呼后拥地喊着刘老师 她早就不是当初那个缩在地下室的柳如烟了 果然 柳如烟站起身来 脸上的表情变了 冷冷地看着我 纪博答 我是错了 我承认 但是我现在的身份地位 有年轻的男孩往上扑在正常不过 我已经拒绝很多次了 我又不是圣人 偶尔犯的错怎么了 跟我一样情况的 还有几个跟原来的男朋友在一起 不也就只剩下我了吗 这还不够吗 你要什么我没给你 我看着这个爱了许多年的女人 张了张嘴 没说出话来 她变得这样陌生 竟然让我有些不认识了 我站起身来 沉默着拉起了行李箱要往外走 我不想把分手闹得太难看 又哭又闹 两个掌握着彼此所有软肋的人自相残杀 就到这里吧 柳如烟抱我 猛地把桌上的东西都扫到地上 你以为我离了你就活不了了吗 现在有的是人争着抢着给我写词 你滚了就别再回来 纪博答 她颤声喊道 我没回头 抱着十一关上了门 一道门如同山海 将我们彻底隔开 离开柳如烟后 我随便找个地方住下 简简单单的小房子 没有她后来的买的别墅那样豪华 也不至于像从前地下室环境那样了 她给我买的包和衣服我都没带 只带走了自己的几件衬衫和十一的猫粮 失恋像是心上的伤口 一开始不适应的时候 确实痛彻心扉 让人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尤其是摸到身边冰凉的床单室 或是无意中叫出那个熟悉的的名字后 长久的沉默逼的人简直要发疯 但伤口在身 也总有愈合的时候 慢慢地那腾麻木了 也就渐渐能睡着了 和柳如烟分手后 我没有告别作词这一行 我给柳如烟作词九年 一开始我们俩都岌岌无名 但后来随着她一首歌 突然地爆火把我俩都带红了 只不过我一直用的是带名三文 也从不在人前露面 现在我的作词已经能卖到两千亿个字了 一首歌下来一二百字 也能赚个几十万 之前柳如烟不许我给别人写词 我也都顺着她 不过现在 我也不需要顾及这些了 六月的一天 我去好友家吃饭的时候 突然在电视里看到了柳如烟的采访 记者的问题很尖锐 网友们说你最近的歌都是一些口水歌 完全没了之前的感觉 请问你对这个问题怎么想 柳如烟勉强维持着笑容 然而作为枕边人这么久 我轻而易举地看出了她眼底的脑火 她故作轻松 怎么说呢 我觉得一个好的歌手应该多方面发展 不应该距离于一种风格 这也是我在创作上的新尝试 希望大家不要给我贴上刻板的标签 记者步步紧逼 可是你不觉得这种风格很不适合你吗 据我所知今年的烂榜歌曲 《你的志》也上榜了 大家都觉得这首歌很低俗 柳如烟再也绷不住了 冷了脸就走 经纪人赶紧护着她离开 让让 我们的艺人今天身体不适 请大家让一让 好友吃笑 看来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 什么你眼角的那颗纸 还有什么两个人的床在海上飘荡 说来说去不就是描写那点事吗 真的恶心的 也好意思唱出来 不是我说柳如烟离了你怎么只剩下这些垃圾了 我沉默地看着电视 其实柳如烟不是没有才华 只是很多时候创作都需要感觉 当初我们那样 除了爱情外一无所有 她当然有无数的灵感苦话 再加上我给她填词的时候 还会和她不断讨论感动 可以说每一首歌都是我们精心打磨出来的 现在呢 她住着大别墅 开着跑车 每天只顾着跟各种男人玩乐 曾经被她称为薄乐的我也被扔下了 她的心大概早就被物质和肉欲填满 哪里还有空间留给写歌呢 之前在一起的时候为了表示爱我 柳如烟把我们所有歌的版权都给录 现在那些歌她都唱不了我 只能急着写出这些垃圾了吧 回去的路上 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的男人开口的刹那 我就听出了这是谁的声音 宋哲 我们谈谈 她一种命令式的口吻到 南大街16号森宇咖啡 下午3点 我没说话 直接挂了电话 过了一会儿 电话气急半坏的又连着打过来 我干脆拉黑了这个号码 到家的时候 我有些意外地看着门口的两个不速之客 宋哲看着我 怒气冲冲道 你居然挂我电话 我冷冷道 怎么你脸大 电话挂不得 太一致 正想说话 却被一边的柳如烟拦住了 柳如烟看向我的眼神有些复杂 许久后开口 纪博答 我们谈谈吧 你是为版权来的吧 我想了想后还是开了门 对 我现在需要这些歌的版权 几乎所有的活动主办方都要求我唱之前的歌 公司也需要收回版权 我坐在沙发上淡淡道 可以 你打算出多少钱 柳如烟还没说话 宋哲先站起身来击道 这些歌本来就是如烟写的 你凭什么要他的钱 我挟了他一眼 跟你说话了吗 要是管不好你的嘴就滚出去 也没有弹的必要了 宋哲握紧拳头 黑着脸坐了下来 柳如烟叹气道 我知道这些年你跟着我也受了不少委屈 这样 你开个价 我绝不还口 我想了想 一两千万 什么 你疯了 宋哲瞪大眼睛 你这是讹诈 我冷笑一声 我手里一共有27首歌的版权 平均每一首每年带给我的收益至少有200万 一两千万打包卖给你都算是友情价了 这些歌明明都是如烟写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跟着他已经享受了不少好处 现在还有脸得寸进尺 你信不信我们去告你 宋哲神情激动 我看向柳如烟 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那些夕阳压着夜色的傍晚 他抱着吉他央求我给他作词 老公 再给我写一首词好不好吗 我放下手头给他写简历的工作 无奈道 把谱子拿给我看看 柳如烟没什么耐心 总是很着急 我每每熬夜用动的几乎不能伸展的手 一个字一个字在纸上连成歌词 半夜里他睡眼惺忪地醒过来 把头埋进我怀里 闷闷道 老公 辛苦你了 我把手放在被窝里暖了暖 顺着他的头发 你再睡一会儿吧 我马上就写完了 那样多的夜晚 我不信他不记得 只是柳如烟却侧脸避开我的视线 低声道 纪伯达 你也知道我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 我们之间何必要闹得这么僵呢 宋哲说的对 这些歌本来也都是我写的 我蜷缩的手指慢慢掐进掌心 最后轻笑一声 那就没得谈了 好走不送 临走的时候 宋哲还不忘了咬牙威胁我 他站在楼道里 应策策道 纪伯达 你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别怪我们狠心了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 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直到三天后 网上突然铺天盖地地 传开了我的个人信息 我才慌了神 热搜上 柳如烟前男友的词条 旁边挂着鲜红的豹字 点进去一看 才发现是他发了一篇小作文 内容很长 大意是向公众道歉 说版权都在他前男友手里 不肯转让 以后他可能都唱不了 之前那些歌了 下面的粉丝简直沸腾了 跳着脚地骂我 凭什么版权都在前男友手里啊 这些歌都是如烟姐的 他不唱还有谁能唱 白白糟蹋了好东西 太暴舔天物了 什么狗屁前男友 出来受死 恶心吐了 如烟姐好可怜 摊上这种傻爱的前男友 有没有人知道前男友叫什么 我要去人肉他 我大脑一片空白 又点开下面粉丝 艾特的宋哲账号 宋哲也发了小作文 义愤填膺的斥责 我这个前男友 贪心不足舌吞向 在他的描述里 我成了贤贫爱妇 在柳如烟穷的时候 一脚踹了他的前男友 他红了后又回来求复合 在被拒绝后 怒而不肯出让版权 只是为了捞金和报复 下面有几个水军 直接把我的身份信息 都扒出来了 姓名 年龄 学校 甚至家庭住址 所有的粉丝 都在用最恐怖的话辱骂我 甚至给我屁一照 还有人放话说来 线下真是我 原来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报复 他们是想要成 彻底摧毁我的人生 我看着镜子里 脸色惨白的自己 打起手机来 给柳如烟打了个电话 铃声响了好久 那边才接通 我的声线不自觉地颤抖 柳如烟 这件事是你干的吗 我总还存有一丝侥幸 我们曾经那样爱过 即使终究走不到一起 也不该以这样荒谬的结局收场 可是柳如烟只是沉默 过了很久 他轻声道 纪博答 我也没办法 只要你把版权交出来 我可以把这件事压下去 按断电话后许久 我坐在窗前待了许久 说真的 我想了很多可能 比如柳如烟的公司做的 比如宋哲做的 我就是没想到是柳如烟做的 我还记得2008年那个冬天 我急性蓝尾炎住院 差点肠子穿口 闹得挺严重的 我是胡活腾晕的 醒来后就已经在病房里了 寒冬腊月 柳如烟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睡衣 趴在我窗边满眼红血丝 我艰难地伸手摸他的手 我没事 别怕 柳如烟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我从来没见过柳如烟 在外人面前掉过眼泪 哪怕别人直接把他的简历 摔在他脸上让他滚的时候 他也只是在我跟前骂几句H2 骂完了还是笑嘻嘻的 可在我面前 他似乎把所有的脆弱都释放了 他死死攥住我的手 声音嘶哑 纪博达 你要是没了 我也就不活了 我闭上眼 再睁开眼 那个深爱我的女人轰然被风吹散 再也消失不见了 针对我的网报一浪高过一浪 在他们的推不住栏下愈演愈烈 新找的公司委婉地跟我说让我回家谢谢 意思就是让我自己走人 走在路上 不管在哪里都有人对我指指点点 甚至有个柳如烟的疯狂粉丝 把一杯奶茶都投泼到我脸上 歇斯底里地骂我 傻X 把歌还给如烟姐 四周人默然地看着我 我擦掉奶茶 忙备回家 回到家 手机不停歇地响起 自从我的手机号被曝光后 每天无数的电话和短信挤爆了我的手机 很难想象无冤无仇的陌生人 怎么会说出这样恶毒的言语 傻X 听说你很喜欢钱 不过我看你撑死就直是快不能再多了哈哈 把版权还给柳如烟 不然杀你全家 要点避连吧 别人的东西也好意思抢 也不怕走路被雷劈死 去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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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么多人让我去死 可我甚至不明白我做错了什么 甚至我爸妈都开始被人骚扰 那天我妈给我打了电话 却一直没说话 最后我听到她强忍着哽咽小心翼翼问道 我答呀 你怎么样了 那一刻 我又如万箭穿心 放下手机 我打开电脑调出一段视频 自始至终 我都想为柳如烟留一条后路 只是她这样逼我 我们只能走到你死我活那一步了 第二天 我注册了一个账号 发了一段视频 视频里柳如烟跪在我面前 哭着求我原谅 我就是一时糊涂 老公 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我对她真没感觉的 就是她一直勾引我我没忍住 你相信我 过了一会儿 她又恼羞成怒道 你以为我离了你就活不了了吗 就是三文 这些歌的作词人 当时版权归属也是我们商量的结果 现在他们想不花钱就强强版权 我自然不会同意 这件事我一定会斗争到底 最后说一句 之所以要分手 是因为柳如烟的助理眼角有科制 这段视频是我从家里离开后 在监控记录里保存下来的 当时并不是为了留后路 只是想警醒自己 再也不要回头 却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用上了 一开始 这几条微博没人注意 但仅仅几个小时后 这条微博都被转平了几十万条 冲上了热搜D 到处都是关于我们的词条 柳如烟前男友竟是金牌作词人三文 宋哲眼角的那颗质 渣女柳如烟滚出娱乐圈 一旦激起千层了 吃瓜群众沸腾了 和柳如烟轻飘飘的小作文相比 我的视频就显得有利多了 她哭着求我原谅的表情太过精彩 被网友们截图直接做成了表情包 游逼 自己劈腿还倒打一耙 真是长见识了 不是 怎么会和别的男人睡了还写成歌呀 要不要脸了 太扯淡了 这种道德败坏的艺人应该立刻滚出娱乐圈 广便建议封杀了 亏我还真心实意地喜欢过她 真的觉得她好有才华 感情都是吸着前男友写起来了 我呸 只有我关心前男友竟然是三文吗 我真的好喜欢她写的歌词 都好有感觉的 柳如烟的微博底下盖起骂她的高楼 除了极个别粉丝还在维护她 剩下的人都在骂她 让她滚出娱乐圈 她不得不狼狈地删掉了那条微博 宋哲更是被骂出花来了 她的脸被劈到各种鸡的照片上 上面扣着铁笼子 佩文 铁打的笼子也关不住你这只烧鸡 所有的娱乐大V都在抨击她 甚至柳如烟的粉丝也来骂她 都是你把柳如烟解害成这样 去死啊贱人 去死去死去死 诅咒你今晚被车撞死 一时间他们加诸在我身上的尽数反噬 反而我的后台多了很多道歉的人 不好意思啊哥哥 没吃明白瓜就来骂你 真的抱歉 三文我好爱你写的歌词 以后也要继续努力哦 不要伤心 和渣女分手是你的福气 对不起之前骂了你 请你原谅 一天之内 网友们统计柳如烟上线了58次 事情发酵得很快 她和宋哲的亲力举动都被扒了出来 两个人好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 宋哲被公司辞退 柳如烟所有的代言纷纷与她解约 并索赔天价违约金 她正在跨界拍的电视剧紧急换人 投资方也开始向她索赔 我不太懂这些 但听网友说加起来怎么也得赔两三亿 她才红了一年多 倾家荡产也拿不出这么多钱 总之 她俩完了 柳如烟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 我不知道她是又想威胁我 或者说像以前一样哀求我 我也不在乎了 直接拉黑了这个号码 这件事情第二个高潮是宋哲进监狱的那天 公司调查柳如烟合约账目出了问题 不查不知道 一查才发现宋哲利用柳如烟助理的身份到处收回口 一些小厂商找柳如烟打广告都签署的是阴阳合同 大笔大笔的钱进了宋哲的口袋 设计金额巨大 足有八百多万 宋哲当庭宣判十三年有期徒刑 进去之前她又哭又闹 这些钱她早就拿去包养小三或者消费掉了 压根就拿不出来 她求着柳如烟给她还上换剧减轻刑期 可是柳如烟早就自身难保哪里还顾得上她 开庭那天我也去看了 越过人群 我跟宋哲的目光对视 她红着眼想朝我冲过来 都是你 你这个撒币 你怎么不去死啊 我笑着看她 我死不死不知道 不过你这辈子是完了 进去好好采缝刃机 说不定我还能穿上你缝的衣服呢 宣判的时候 她整个人直接瘫软了 满脸鼻涕眼泪一大把 拉都拉不起来 我曾经很恨她 但看着她狼狈的样子 那些恨却突然烟消云散了 她已经遭了报应 我不该再把情绪浪费在不相单的人身上 历春那天晚上 柳如烟来找我了 她坐在我家门口 地上堆了一地的酒瓶 抬起头来看向我的时候 彼此都没说话 很久后 她先开了口 声音有些沙哑 真像梦一样 我们竟然走到这一步了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柳如烟捏扁一拉罐 低下头 整个人都埋在阴影里 片刻后 她呵呵一笑 纪伯达 你做得真诀 我是真没想到你能下手这么狠 我没想到到了这时候 她居然还恶人先到撞 顿时怒从心头起 从你背叛我的那一刻 我们就只能是陌生人或者敌人 柳如烟 是你逼我的 柳如烟苦笑一声 柳如烟看着我 眼眶泛红 不管你信不信 我是真的没喜欢过宋哲 你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人 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红了之后就越来越不愿意回家 我不想离开你 可是一看到你 我似乎就能想起 我像耗子一样 躲在地下室的那段日子 我开始逃避回家 逃避你 用别的男人来麻痹自己 我没想跟你走到这一步的 我知道柳如烟的意思 很多发达后了的人抛弃原配 无非是觉得看到原配 就会想起自己窝囊的那段时光 而新鲜的异性 只会崇拜他们的光鲜 让他们无限满足 与其说是跟原配割裂 倒不如说这些人 是想扔掉曾经卑微的自己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我打断柳如烟 别再说这些屁话了 我对你的心路历程不感兴趣 你不如去杀人 然后跟警察剖析一下 你的自我辩白 看看警察会不会不抓你 柳如烟错愕地看着我 似乎难以置信 我竟然会这么跟他说话 是了 我从来对他都是百依百顺的 哪怕在被城管骂着 赶出天桥最丢脸的时候 也只会抱着他安慰 永远不会嫌弃他 纪伯达 你变了好多 他正正道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笑了 对你好 是因为爱你 不爱你了 你屁都不是 说着我就要进屋 关门前一秒 身后传来柳如烟颤颤抖的声线 被风一吹隐约有些听不清 以前我拼命往上爬 就是想让我们过上好日子 想让你不后悔 跟着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苦 可是怎么一切都变了呢 纪伯达 他哽咽道 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呀 我突然想起有一年除夕 柳如烟因为我随口一句 想吃西瓜跑遍了那一片 终于捧着两片西瓜回来了 深冬的风凛冽 他满头满身都是雪 却笑得眼睛眯起 我没带够钱 求了好久老板才愿意切开卖给我 你赶紧吃 他把西瓜塞到我怀里 我骂他 这么贵的东西你买它干嘛 我就随口一说 他却傻笑道 如果敷汤倒火能让你开心 那我也心甘情愿 更何况只是一片西瓜 往事如烟 风一吹就散了 我仰头擦掉眼角的泪 关上了门 一年后 我跟好友一起逛街走到天桥下 听到了熟悉的吉他声 我一愣 情不自禁地转头看去 阴暗的角落里 一个戴着口罩和墨镜的瘦血女人 正在弹吉他 他大概是也看到了我 手下的琴弦过于用力 竟然拨断了一根 指尖渗出鲜血 地上摆着一个盒子 里面扔着几张铃钞 还有一些硬币 察觉到我的视线 他思索着低头避开 谁啊 好友有些好奇 大白天还裹得那么严实 不会是通缉犯吧 我拉着他平静道 管他呢 走吧 一会人多了吃饭 咱排不上队了 哦 那赶紧走吧 其他的鱼鹰被海风呼啸着撕碎 我感受到柳如烟的目光 没有回头 他在阴影里 我在阳光下 终究渐行渐远 这一首离歌 曲子和人都是错的 所以也就只能走到这里了吧 全书完